最后结尾我觉得挺难忘的 他肯定有新生经历 我觉得对于一个每一个艺人来说 好像都有共鸣 我特喜欢这种感觉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一个梦想 为了梦想打拼的人 不应该值得尊重 因为我们也是从最底层出来的人 他们的那个心态我会体会到 真的挺扎心的 我发现王龙哭了在台上 为什么呀 也是感觉太累了 确实说实话 从九岁上上一段 我是88年的 我唱了23年了 挺感慨的 从小天前地头 跟他爸爸不跟我妈唱吗 今天能来到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其实特别特别感慨 这么多人看着我的表演 给大家带来欢乐 无论是哭也好 笑也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就可以了 我叫王龙 记住了 谢谢 有请我们的两位魔王到舞台上来 你对几天去看 难说呀 我觉得 我觉得70对68 差值好理 接下来要公布我们的两组喜剧人的投票结果 3 2 1 请看大屏幕 哦 66比60 就差6票 哎呀 特对不起兄弟 我 特别理解就是喜剧人在舞台上 对欢乐喜剧人舞台这种敬畏 而且也知道每个人 每个喜剧人在舞台上 想呈现什么样的作品给观众 然后花了多少的心血 因为我们都是一路走过来的 然后我觉得挺难受的 因为我亲手点出来 然后我这一段真的 周云鹏 王龙 我们相识好多年 他们一直都是非常积极 非常努力地在做 他们个人自身的艺术魅力 自身的艺术能量 真的是很大 两个非常棒的演员 好吧 多说无意 也谢谢你们今天的精彩表现 两位请休息 谢谢你们 其实他们两个在台上 说出了每个喜剧人的心声 周云鹏和王龙 他们这么有天分的演员 真的可惜了 喜剧很难 但是作为喜剧人 我们愿意迎难而上 我真的特别理解 每一个在这舞台上的喜剧人 真的是不容易 希望大家都加油 都越来越好 虽然你们很遗憾地 离开了这个舞台 但是给大家带来的快乐呢 四轮比赛 一共是累积了751位现场观众的支持 每一个欢乐值 都将转换为一罐鲜活的君乐宝旗帜奶粉 东方卫视将和君乐宝旗帜奶粉一起捐赠给保定市社会福利院的小朋友们 欢乐健康一起来将爱心传递 也恭喜你获得了军乐宝公益之星勋章 来大鹏吧 来大鹏吧 可遗憾跟人生一样 哪里那么多一帆风顺的 我怎么感觉我们俩就像一条咸鱼呢 就算是咸鱼 我们也要做最咸的那一条 我会一直撑住他 直剧人做完之后 可能我们各自还要继续有我们的梦想 我会一直努力 在喜剧的这个大舞台上 一直奋战下去 恰恰 恰恰